我們現在要上的東西叫做外地質盈利 各種一個名詞用來欺騙社會表示 唯有學問你沒有學問而已 第一叫地質作用 凡是會造成地殼的種種變化 種種變化結構的改變啊 形態的改變啊 這些種種變化的作用 我們就稱為地質作用 這個作用一定是某種力量促使它發生改變 那麼這個力量我們就稱之為地質盈利 所以地質盈利 所以地質盈利就是一個力量 這個力量會促使著 我們的地球發生種種的變化 種種的地質作用 那麼這個地質盈利分作兩種 外盈利跟內盈利 外地質盈利跟內地質盈利 我們在現在這個階段 我教你的都叫做外地質盈利 都叫做外地質盈利 就是外地質盈利 那麼內地質盈利要到後面 後面才會提到 所以有分這兩個 OK 那什麼叫做外地質盈利 什麼叫做外地質盈利作用 這個力量來自地球表面跟表面以外 我們就稱之為所謂的外營利作用 作用叫做外營利作用 然後這裡寫了四個 這四個就是我在這一章 這個段落要叫的內容 我們要教你風化、新時、搬運跟成績 這四個作用就是我在這一段要教你的事情 風化、新時、搬運跟成績 外營利作用包括風化、新時、搬運跟成績 我在這邊要教你叫做外營利作用 那這些盈利會透過一些戒指 藉著大氣的環流、藉著重力的作用 而產生種種的影響 那麼上面有用綠色字寫的這四個 就是我上課會教的 我們上課會跟你講河水的作用 排指的作用、風的作用跟冰的作用 其他的什麼地下水跟雨水我們沒有提 我們要教這幾個 透過這幾個介質所產生的 新時、搬運跟成績 這是我們後面要教的事情 OK 那麼這要做所謂的外營利 來自地球表面跟表面以外的力量 那內營利就是地球內部的岩漿活動、液殼的相對運動 這個液殼的相對運動 就是我們後面會跟各位講的板塊的活動 板塊的活動 你會產生的現象像有地震啊 像有火山啊、像有蜶皺啊、還有有斷層啊 這些我們後面都會教地震、火山、蜶皺、斷層都會教 當年學測考了一題 他考了一題火山 其實課本基本上沒有教火山 他考了 可是那題很簡單 你只要知道火山是內營利 你就想要答案 你只要知道火山活動是內營利 你就想要答案了 所以就是看一下來自地球內部的岩漿活動啊、地殼相對運動啊 這叫做所謂的內營利作用 這叫做所謂的內營利作用 OK 那一個是外營利、一個是內營利 它產生的效果有點不一樣 基本上外營利會使得地球越來越平 內營利會使得地球越來越凸 剛才講的學測考的那個火山內皮 你只要知道火山是內營利 會使地球越來越凸 你的答案就選好了 你就選好了 好 那為什麼外營利會使得地球越來越平 內營利會使得地球越來越凸 我後面會解釋 我後面會說明 我曾經看過一本參考書上面這樣寫 他說外營利作用不見得會使地球越來越平 譬如說黃土高原 這種話不要理他 就是越來越平 就是越來越平 外營利就是使得地球越來越平凸 內營利就是使得地球越來越崎嶇不平 就是有關於內營利跟外營利 簡單的說明什麼叫做地質營利 告訴你有分內營利跟外營利 說一下什麼是內營利什麼是外營利 然後告訴你內營利會使地球越來越凸 外營利會使得地球越來越平 這些事情其實就可以了 這是有關於地質營利的部分 OK